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为多数他处体伤 那他处体伤你没有揉好你就会误以为是患处体伤 好 那再来他已经咳嗽半个月突然间呼吸困难 这中间有没有什么因果关系 没有因果关系 咳嗽好了就是好了 跟后来的呼吸困难又有什么关系 这很显然看来就是做不到位 然后做到位又开始去检查了 检查是一个陷阱啊 我说检查 检查出来全部是果 好 我问各位 气胸是果还是因果啊 气胸就是一个组织受损啊 那组织受损会不会产生呼吸困难 不会啊 如果会那就是果生果啊 这是基本的概念啊 第一个一定是手法有问题 观念又不到位 然后又进了西 又把原始点搞混了 我们急救天都有讲 都在几分钟内 但你一定要揉到深层啊 好 我回答到这里